为了提升公车的服务品质 基隆市公车处从7月开始 在公车上设置了神秘客机制 用来考评驾驶的服务态度 而上个月有三件的投诉案 分别是车门太早关被夹到 对长者态度不佳 以及过站不停等等案件 经过调阅监视器影像查证数时 三名驾驶被记申戒加强改善 不过也有一名驾驶因为安抚酒醉乘客 并携请远景处理 用心的态度也被特别及家长一致鼓励